一望无际的稻田 饱满的稻碎 随风摇曳 疫情全球延烧 居家检疫者多 在家煮饭机会也高 台东在地青龙魏瑞亭 将持上米 上架亚马逊电商 进攻国外市场 疫情当下 疫军突起销售量大增 第一是目前我们台湾的 确诊数量是比较 在世界上算是低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区块链上的 稻米上的区块链的部分 它能够溯源它所吃到的产品 那其实国外的买家 都会针对这个区块链 来针对这个地方 来找我们下定这个稻米这样子 将稻米装箱推到货柜里 这些全都是要准备 外销到国外 魏瑞亭从大学到不是班 都专攻生态农业 11年前返乡接手 推广家中稻米 利用区块链产销履历 成功打进全球市场 一包包持上米 农会员工都在加班出货 台东持上农会表示 随着疫情持续延烧 订单不断涌入 内外需求量都大增 三四月共接到两千多件订单 煮饭的 没有上馆子吃饭的 这个比例都增加 统计出来说 大概增加三成到四成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而在花莲 农夫们忙着收割 副理农会表示 疫情期间 网路订购宅配增加约三成 甚至一度卖到缺货 基本上这一次的米的销售量 是从来没那么好过 在香港的部分 它的订单也有增加 国际生活上都知道 我们台湾的有机产业 也是非常的蓬勃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一碗碗白饭飘香软Q 历历皆辛苦 没想到武汉肺炎音像 台湾米意外销量大增 还红到国外 东西文 吴依林黄一鸣王振宇杨宗燕 台东花莲报道